欢迎收看股市A指标 我是彦荣老师 那么台子期的部分 在今天4月7号 非常非常的精彩 这个精彩的程度 其实我在昨天4月6号 录影的时候 我就特别告诉你的 我说4月7号即将变盘 在这个地方今天有变盘吗 这个过程当中到底后续上 该如何操作才能够营造4月7号 一天当中一口单 有230点价差的机会 我想这个理论基础是什么 我们先看到这张字卡 我想在今天4月7号 果然变盘向下 第一段先杀了133点 这个过程当中杀低之后 那么从低点往上拉 拉到尾盘一路不停 马不停蹄将近100点 来回之间的话 价差的话 来回之间差不多230点 这是一口单 那当然这个理论基础是什么 等一下会做一个 说清楚讲明白的动作 那另外4月10号 应该要先买还是先卖 我想这个很重要 只不要做节目跟别人不一样 会给你一个方向的这个感觉 那这个根据又是什么 好我想这个一并等一下做一个说明 首先来谈一谈 为什么在4月6号 录影的时候呢 要跟你预告说4月7号要变盘 好看到这张字卡 就是这个位阶 这个叫做分线的A指标 当分线的A指标的话呢 一直在零轴上下盘旋 多方空方在做拉锯的时候 如果往下杀代表多方伤心 如果往上急拉代表空方这个地方的话呢 要遭殃 那所以呢我才跟你说这个地方会变盘 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包括在这一段一个下杀 为什么会下杀这一段呢 因为整个分线的主力成本线 它是翻黑的 当分线主力成本线翻黑的时候 它这代表的是一个转折 是一个转折 那正常其实我不会在会员做这一个 因为分线主力成本线是判断转折的 但是你来现场软体 贯装这个软体的时候 叶隆老师亲自跟你教学的时候 我会跟你说 这个短线的转折你可以做 但是你必须要严设一个 停损30点的观念 那如果你有这个观念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做 那这个地方你就会有 拥有这一段一个价差 那为什么这一段 在今天能够掌握到这一段 也提醒会员可以出手当冲买单呢 为什么呢 好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数据杀到负0.1以下 那这代表什么 对称支撑 当对称支撑出现的时候 告诉我们什么呢 告诉我们低点区到 不要再杀低哦 果然足底的 那这个过程当中什么时候出手 假设你有三口单 当对称支撑的一个数据 杀到前面低点区附近的时候 那么下影线的低点 你可以先买一口 那这个负0.12到负0.13 指数差多少 那这个亲自跟你教学的时候 我会告诉你每一个0.01代表指数多少 这是全国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啦 也许有我不知道 那我们确确实实可以 从这个数据0.01 0.02 0.03 代表指数是几点空间 可以透过教学来教给你 那甚至呢 那你有三口单在这里可以先下 然后呢当主力成本线负乖离缩小 到多少呢 到负10 到负10左右 负10以内 也就是在这个位阶的时候 那你可以再买一口 那这个 我亲自跟你上课的时候 我都跟你讲过了 我相信你可以为我见证 那甚至呢 这个地方主力成本线翻红的时候 你可以再买进一口 倘若你今天买了这三口单的时候呢 你这一段拉上来的时候 你的获利可能将近300点 如何在一天当中拥有像这样子一口单 在这里的话呢 在这里你做三口 可能就超过300点 那这样子的话呢 可能接近300点 一来一回之间 你有三口单 可能不是230点 是500几点 真的呢 每一次都是用这个模式来做操作 那当然其实像这个逻辑 逻辑观念的话呢 你看到像一个低点的观念 这个逻辑观念 其实说真的 包括在过去 比如说4月5号好了 4月5号也一样 数据杀到-0.1以下 这个有对称支撑机会 那么告诉你说 低点区到了不要杀D 那么隔天只要主力成本线翻红 就可以买进 果然隔天主力成本线翻红了 你就可以去做一个买进 投资朋友你跟对了吗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逻辑观念 其实我们跟大家分享的 就叫做A指标的操盘守折 来再复习一次 叫做A指标的棋子操盘守折 当整个A指标数据 来到-0.1的时候 以下的时候 那代表什么 代表对称支撑出现 代表低点区到了 不要再杀D 那这个地方你就可以先买进一口 然后呢 负乖离缩小到-10以内 再买一口 然后呢 左力成本线翻红的时候 再买一口 它就会往上拉 这个就是在今天操作的一个写照 那么对称支撑 低点区附近先买一口 然后呢 负乖离缩小到-10以内 在这个位阶再买一口 当时是在9786哦 你看他是说9870对不对 那主力成本线翻红的时候 再买一口 那这三口单 你今天就有将近300点的一个价差 那所以呢 这个过程当中 A指标的操盘逻辑 你看到这个叫低点 可是呢 当它拉高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呢 它就会告诉我们 当到0.1以上的时候 代表高点区接近的 那不要追高哦 那这个过程当中 你也许可以在最高点附近 先空给一口 当主力成本线正乖离缩小 可能来到第二盘 甚至数据到10以下 你可以下第二口单的卖单 那甚至主力成本线翻黑的时候 你可以下第三口单 那当然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过程里面的话呢 我是比较建议 主力成本线翻黑的时候 再来做卖单 那如果你在这里就下 大部分的时间会是对的 但是呢 如果它再次正乖离扩大的时候 你就要颜色30点的停损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操盘逻辑观念 所以呢 当整个指标值拉到0.1以上 就如同什么地方呢 就如同4月6号 整个上影线的位置 已经来到0.10了 0.10附近了 那当然这个地方就是高点 那当然这个下杀 你就有机会来参与 投资朋友 你跟对了吗 所以其实操作的过程当中 盘中整个一个操作的逻辑观念 很重要的是什么 很重要的就是 自胜关键在一个方向感 方向性 在整个最高价的时候 最低价的时候 可以确确实实的了解到说 低点到了 高点到了 好比在今天 好你看到负0.10以下了 你就知道低点去到了 不要去追杀 不要去追空 是不是 那甚至呢 在高点区出现的时候 4月6号 高点区出现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高点到了 不要去追 不要去在这个地方去追买 那你就不会做错方向 这个比单纯的宏买绿脉 宏买绿脉我们也有 但是这只是一个辅助的工具 宏买绿脉的话 你会发现你在这里的时候 比在这里 可能多出三四十点 是不是 那甚至呢 你在这个地方去买的 在这个地方去买的 在这里去买的 又比在这个地方又 那么你在这个地方便宜了 比别人便宜了三四十点 所以你想一想哦 如果你一天比别人一次 便宜三十点 但是我们有时候常常 一天有两次的买卖点哦 一次就好了 一次一天差三十点 一个月二十二天 你就差六百六十点 所以你要不要用对工具 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A指标的一个操作逻辑观念 比如说它经常其实就是在每一天 经常常常会有 一来一回之间 会有两次的操作 而这两次的操作 你会发现它比波段单的一个操作 肉更多 比如说你看在今天好了 今天来回之间 你看一口单就两百多点 你有三口就六百多点 对不对 那你甚至看到四月五号 四月五号在哪里 四月五号在这里 两次的低点对称支撑 在这个地方两次 加起来就120点130点 一口单是这样 三口单就三四百点 是不是 那甚至你看到这个叫三月二十八号 也一样 一样对称压力出现了 告诉你高点区到了不要追高哦 那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先控一口 甚至呢在主力成本线 正乖离缩小的时候 那么到正时以下 你可能在这个地方再控第二口 这个地方再控第二口 主力成本线翻开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 大约是在这个地方 你再控第三口 像这样子三口单 第一趟就三百 差不多超过三百点 那第二趟的话呢 主力成本线 在A指标出现对称支撑 你拥有这一段 三口单加起来也是两百多点 一来一回之间就三百多点 假设你只有一口 常常一天就给你超过 一百点以上的空间 不是唯独一无二 而是常常有这种一天就两次 你看三月二十八号 四月五号 是不是 那还有的话呢 就是你刚看到的 像在今天 今天也是两次 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跟别人不一样一个地方 所以整个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A指标的特色 说真的是值得我们来做一个分享 包括A指标的超盘特色 停损常常在三十点以内 那么其实说真的 常常有时候是手续费 有时候可能都手续费都够 那有时候都在十点以内 要胜率高 那甚至常常每一天有一次到两次 买卖点可以操作 就像你刚看到的 在四月七号 四月五号 三月二十八号 一口单加起来来回都是超过一百点以上 那包括 当冲少者二十点 多者五十到八十点以上 燕隆老师不要碰轰 用这个最保守的方式来告诉你 那当然最重点 我会亲自跟你教学 亲自跟你教学 那当然最重点是什么 最重点是 四月十号应该先买还是先卖 好看到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在这里 这个要拉近来看 好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这个叫0.15 那这个叫0.13 代表什么 代表高点区到了 那高点区到了要看什么 看主力成本也翻黑了 也翻黑了 那所以其实要看四月五号的第一盘 第一盘如果续翻黑 它当然就是空 就是先卖后买 那如果它先翻红以后 那你就要等哦 不要急着去做动作 这个软体会员要特别注意 注意我讲的 如果翻红以后 你不要做动作 要等到再次翻黑的时候 才是真正的空点 我想这个是送分题 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打拼 你只要能够看到这个软体的话 我相信 你的人生真的是有机会来改变的 那当然最重点是什么 好 这一波包括操作 旗子或者是股票都一样 会员在这个地方 有很高很高的一个机会点在这里 包括可乘精华 精电 自身 创为 当然要恭贺一下 全面55% 全面55% 只有今天 只有今天 务必做一个把握 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回到现场 谢谢 谢谢 赫辰同同故 陈老师 可成精华精电自身创为 大获全胜 进入会55折大优惠 只有今天 尽情把握机会 一个不打恰群 转线02 2752-5868 2752-5868 臣通同孤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你是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 大股东 主力做手 勾结坑莎散户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 绩效 《诚信》为公司 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败竞 尽定带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败竞 一定带出 承通同孤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領先 动anting市场 稳定获利 欢迎再度回到现场 我是彦荣老师 那么在今天4月7号 台股可以说是戏剧性的变化 杀低之后 尾盘留下了74点的下影线 那到底有没有翻空吗 好 看到这张字卡 好 今天开低之后 那么一个戏剧化的一个消息面偏空 那么美国轰炸这个叙利亚 那结果击杀下来 空方窃喜 但是尾盘反而一路的拉高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守住整个关键点 多方再过一关 关键点在哪里 我们拉近来看 在这里 这个是前两天的这个 长虹K线的起点 在9855左右 那么下影线过去了 所以这个地方关键是守住的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还有更多的一个根据 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 好 我们看到主力成本 现在这里 它仍然是在多方 那我们看到这个叫领先指标 领先指标的位置的话 那你看到 足几个底了 足三个底 那么今天盘中回撤 马上留下影线 代表这是有效的 这个是KD值 KD值仍然在50以上 所以为什么只有今天呢 因为要邀请你来买强势股的便宜货 那目前重点是什么 叫做万点不是万灵丹 外界不同 命运不同 必须要报对股票 好 我想这个地方 我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 前两天就提醒你的 所以其实燕榮老师在每一个关键性的转折 都有去做提醒 可惜很多人都没有把握到这个行情 那所以呢 很可惜啊 你跟到一些专业度不够的人 那燕榮老师又是怎么做的呢 好 燕榮老师从最低点 一路看好 甚至这个地方也 再跟你提醒 还是看好 那么权力做多 胜率九成 那甚至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才杀200多点 放空的股票也是 赚了50块 那甚至3月10号说 别空地板 所操作的一个多单 都已经开花结果了 是不是 但是你呢 你跟到了一路放空的资讯 你错失的 应该要翻身的这个机会 真的非常非常可惜 所以一个分析师说 真的啦 责任非常重大 当你在节目上 把方向看错的时候 你就害到很多人 怎么害呢 好 你看到 如果你跟我这一段的话呢 那你就拥有翻身的这个机会 包括这些都是最佳的证明 但是如果你跟错了 或听到负面的言论 你会一路放空 你不但没有撞到这些 你还被嘎空 那你浪费了很多很多的机会成本 是不是 所以分析师的社会责任 就是什么 就是一定要把方向看对 每天至少态度要很专业 那么要很敬业 来在这个地方带领会员 然后呢 整个过程当中的话 要把方向看对 那所以呢 在整个过程里面呢 晏隆老师其实说真的 承受很大的一个压力 还是要诚实来告诉你一个原因 就是知道说 很多人可能需要的是一个机会点 那我必须要诚实面对 那有一句说一句 希望你呢 可以有机会来翻身 那希望你 也许现在没有机会跟着我们 但是将来赚到钱之后 可以跟我一起来打拼 这就是重点 所以骨子当中啊 掏金的重点 第一个 你必须要分辨 什么样的言论 它是一个陷阱 只是为了收会员 只是要骗一天的 要收会员 要分辨 什么样的言论是陷阱 那另外的 你必须要有一个工具 而这个工具可以分辨陷阱 这工具可能是 比如说类似我们的操盘DVD 或是我们操盘软体 好我想 在整个过程当中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打拼 那当然 其实万点说真的 我认为未来可能有一段时间 可能有几个月的时间 万点会变成常态 所以万点其实不用去争辩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 万点不是万灵丹 此股的位阶 报对报错之间 真的命运是极端不一样的 那尤其这个过程里面 比如说郁金光 昨天全市场都说放空了 但是今天涨上来 可能都没有人 在讲放空这件事情 那这段股票涨了286块 整整6倍 100万变700万 但是跌了51块 你会发现说 此股的位阶做多做空 那么其实是 命运是极端不一样的 是不是 那当然很多人会问说 为什么杀到最低点附近 能够从最低点拉上来 拉了20几块 为什么 好先解决你的疑惑 好主要是什么 当你有A指标的操盘软体的时候 你会发现 拉高之后 一个强势格局的股票 杀低之后 当它杀掉 杀到两条多空线的时候 它一定会有买点 多空线的位置在哪里 我们看清楚 好这个地方的话 收盘收290 多空线在279 我们拉近一点来看 279跟260 那今天跌破279 来到26级的时候 就会出现买点 正好是在这两条线的中间值 所以强势整理的股票 多空线是买点 那当然搭配A指标的一个位置 必须搭A指标的位置 那这个位置怎么研判 那教学的时候 那么你装了这个软体 燕尔老师亲自跟你教学的时候 我就会讲得很清楚 那当然重点是 我说过了 持股的位置不一样 这个命运是极端不一样的 假设你是在这里做多的 你的100万会变成700万 你可能可以在说10年之内的话 一开张就吃了10年了 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在这里 做空的时候不得了 因为你在这里做空 或者像在这里 又空的时候 这里又空 怎么知道又空 因为这个地方开始放空 放很多 放空放很多 如果你在这里空 也在这里空的人 你可能在这一段走势当中 会补在哪里 会补在这里 会补在这里 为什么 因为事实证明 你在补在这里 是不是 所以说真的 郁金冠我觉得非常可惜 差不多5000张的人 每一张赔12万 放空的人 在这一段的回补当中 惨赔了6亿以上 6亿以上 所以你老是说放空赚钱 你觉得有可能吗 涨了这一大段 才跌这一段 是不是 甚至可能 任赔出场都说不定 所以投顾 说真的 你在参加这个投顾的时候 你要去想想 当然我相信有些人 确实能够提供 像这样公允的一个工具 或者是一个很棒的扣讯 这个我绝对相信 这个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但是有很多部分 是一个陷阱 这个陷阱包括什么 可能像昨天 昨天长黑的时候 就说有空 而且空在哪里 空在长黑的低点 然后在节目上 大大的吹嘘 其实不乏 我们不敢说全部 但不乏是这样的一个节目 甚至可能很多节目 可能 长虹的时候 涨停板的时候追高 追高的时候 就告诉你说 有这个股票 结果隔天就往下杀了 我想很多这些 其实你看到测标 很多涨停板的 其实都是这样一个节目 所以如何避免 像这样子的一个陷阱呢 很重要 你必要一个很棒的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可以告诉你什么 像这里可以空 我不反对放空 但是这里的话 上引线的位置来到0.54了 你在这个前一天 你就会算好价位 你可以空 你赚这一段100块 我不反对放空 所以你要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的话 高点到了 那你就会知道 那你就分辨说 谁在铺下这个天罗地网 允军入瓮 给你陷阱 给你这个陷阱 我想这就是重点 你必须有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抠讯 或者说很棒很棒的软体来引导你 那当然我想最重点的部分的话 很多股票其实呢 在一个相对的位阶高点 你可能不知道 那将来可能命运是极大不同的 包括陈宏 目前看起来是在高点 连续提醒很多天 果然就不涨 好包括你看像合金也一样 提醒完之后 好像也不涨了 是不是 所以呢 在整个过程当中 你目前库存什么 或者说新买了什么股票 会不会像101年3月的郁金光 当时像这样子 一跌就是五成 所以自助人助 利用放假的话呢 跟我们这个线上的助理 做一个洽询 晏隆老师会拨一点时间 来帮你看一看你的股票 那当然重点是 多方的资金应该放在哪里 好包括超跌 洗盘完毕的这个股票 或者长线阻力切入的股票 那么第一个单元 那么这个属性是 有哪些股票呢 好包括其实我们操作的测标当中 你看的股票都是如此哦 好你看到可曾 对称之称出现 100万的东西 70万就买到 这叫低估 那么最快的时间 少折五成 多折一倍到两倍以上 好那么都是在最低价附近买 那么包括像精华 这个都有预告的 这个YouTube上面都有 对称之称 是不是 那甚至整个过程当中的话 你会发现 每一档股票都低点做起 有基板面 那么现金股息 现金殖利率很高 那所以呢 比定存比起来是超过 两三倍以上 每一档股票都如此 所以你会抱得住 而且是买低点是做教的 不用去追高的 好我想这个就是最大的特色 好那这个就是 多方资金应该投在哪里 就是必须投在 对称之称的位置 所以我这两天就预先跟你预告 好我说像这个股票 缩合 缩合为什么昨天跟今天 都留下影线 因为第一个 空方出手三次 有跳空缺口 空方出手三次 还有多少力量啦 你自己说 是不是 那负0.14你说都跌破前面低点 那我们把时间拉远一点来看 你看到没有 好这个是去年8月 好这个是去年6月 正好呢 好这是这张字卡你昨天看过的 所以为什么今天 会留下长场的下影线 而且是开始翻红的 原因就在这里 但是能不能够买 还是他将来会 谈上去之后 再来一次负0.14才是买点 这个必须看关键价位 这个必须要盘中A指标 来跟你做引导 好这就是重点 所以呢第一个部分你必须要找到一个洗盘完成 全部洗盘完毕的叫做对称支撑 再来就是长线主力介入的股票 那如何去做辨识呢 好我想在第一个单元的这个属性 我们再多讲一讲叫做维星 那维星也是有基本面的 那这个过程当中负0.06呢 负0.06会不会是最低呢 就看这个主力成本线 它有没有负乖率缩小 好我想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这个会员会知道答案哦 那整个过程当中 如果你想知道答案的 也欢迎跟我们做一个洽询哦 那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这一个 如果你伤得非常严重 你想你不要每天买进买出 买进卖出 你想要一档股票就翻身的 一档股票怎么翻身 有五五位能够给你拉一倍以上 然后融资可以给你两倍以上的股票 好接近两倍以上的股票 好像过去的冬年 一拉将近两倍 就像最近的你看到金电 为什么 除了对胜之声之外 这个主力成本线创高 这个创高有一定的数据哦 那这个数据是多少 我在教学的时候 都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 交代得非常清楚 所以一档股票就要翻身 我们其实可以透过像这样子 那这个软体其实平均在两个月 三个月就会选到一档这种股票 那当然包括目前有什么样的股票 是这个形态的 其实在我们传真稿当中 那么波段持股的最后一档 波段持股的最后一档 那一档股票就是了 好我想在整个过程当中会员 看传真稿就可以了 好我想万点它不是万年单 但是重点你要报对股票 外界不同 命运是极端不一样的 所以燃眉知己 你必须做对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就是必须把股票看清楚 它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位阶 如果是这个位阶的话 那你要把它抱得牢牢的 那它会让你翻身 我想这个就是 我们告诉你的整个属性上 就是一个长线主力介入的股票 一涨就是四五个月 那么给你一档两档 所有的问题可能都解决了 那当然其实这样一个机会点 会员在这里的话 提供这么棒的一个机会点 包括可乘精华 那么经电自身创为 我想这些如属家珍 理智忠实观众为我们做见证 所以今天只有今天 全面55% 全面55% 只有今天 那当然重点是 我好看这要给你收拾 当然在今天 因为整个转折区已经出现了 强势股最佳的买点 就在礼拜一的一开盘 所以礼拜一开盘之前 你就必须把握这个机会 只有今天务必做一个把握 我们一起来打拼 时间的关系 今天节目进行到这 也预祝操作顺利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